大家好,歡迎來到我們日更頻道 我們這集同大家就看一個職業 這個職業就是大陸的親子鑑定師 這個文章所分享的親子鑑定師 他就說經他手是有3萬單的鑑定案例 還有人懷疑他自己的另一半同隻狗有腦 到底是怎樣一回事我們就一齊看看 這個親子鑑定師他就叫戴維 他就說做這麼多年以來一共經受3萬單的案例 有些案例放到上網很多網友都說一句 大開眼界甚至有人試過連帶兩頂綠帽 幾乎做這個職業好難會見到熟人 但有一天這個大陸在門口就見到一個很熟口面的人 但他又說不出不記得他哪個 而這個男人戴了一頂帽子 和他周圍左望右望好似怕人見到他那樣 這個親子鑑定師就走上去搭一搭他肩膊 跟他說有什麼可以幫到你呀 這個時候這個男人轉過身見到鑑定師那一刻 就捉住他手跟他說 說我終於等到你啦 可不可以幫我做鑑定呀 這些就是材料啦 講完之後呢 他又將那些材料塞了入戴維手裏面 見到這個男人戴維覺得好熟口面 但想不起他是誰 可能只不過是大眾臉啦 他於是乎呢 拿了材料 跟他辦理完手續 就開始跟他做鑑定啦 那隔了一排結果出來啦 他又將份結果交到他這個男人手上面 這個男人是手都震了 這樣打開個文件袋的 看完之後呢 坐在地上哭 見到我這樣的情境呢 阿戴維覺得似曾相識 然後看到鑑定單上面的名 叫李俊俊的 他突然間想到三年前 有一個又是這樣戴維帽的男人 去找他做鑑定 然後得出來呢 全部都是排除兩個字呀 這個男人就是同一個人啦 原來是三年前啦 他就來做過一次鑑定呀 那次呢 是他第一次戴維帽呀 他老婆呢 就出軌了他同事 所以生的第一個小朋友呢 不是他兒子呀 但是啦 他老婆跪在地下 他媽媽哀求他 和保證自己 不會再配叛他呀 和開始同他講 兩個人呢 之後可以重新有自己的小朋友 自己的家庭啦 於是乎呢 他被這個 這麼美好的幻想 蒙蔽有傷眼 原諒了跪在地下的老婆 但是沒有幾久之後呢 他老婆又有了又大一套啦 但是這個小朋友出生之後呢 他老婆就變得不正常啦 好似一直都有些事瞞著他那樣 和不喜歡他去照小朋友呀 突然之間有一日啦 他老婆呢 就抱著小朋友 走到他面前 好嚴肅的跟他說 說我們都是離婚啦 我是無辦法再愛你啦 聽到這句說話呢 這個叫李進進的男人 好驚訝 他說一齊生活了這麼久 還有大家的小朋友 為什麼要說這句 這樣的說話呢 他老婆見到李進進 這麼疑惑的眼神 都不忍心再騙他啦 於是乎呢 就跟他坦白啦 就說這個小朋友呢 就不是你的骨肉呀 是他自己 跟他的初戀的 他說現在初戀呢 就跟他承諾了會 比一些更好的生活 他於是乎呢 我就要選擇 跟李進進離婚啦 但是李進進呢 依求不相信這個小朋友 不是他的 他認為呢 這一個是他老婆 想跟初戀 舊情福癡想出來的計策 於是乎呢 他就去鑑定中心 去找一個自己的答案啦 而答案呢 就擺在眼前啦 個小朋友就不是他的親生骨肉呀 不過呢 好似這些這樣的悲劇呢 他講到 整日都會見到有的 甚至乎有一單案件 是眾家離奇的 怎樣眾家離奇呢 就是說 同一個血脈 不同父親喔 那到底為什麼呢 是什麼意思呢 他說記得當時鑑定中心的大廳裏 有一個大肚的女人 坐在地下 大聲喊啦 那到底為什麼要這樣哭發呢 那帶為講到啦 之前這個女人 是第一次過來這個鑑定中心的 他一個人就挺著肚子 不停地在門口陪陪 每次都似乎下定決心 想走進去他們辦公室 但是走了一步又退回來 到底是些什麼令到他 是這麼猶疑呢 那這個女人呢 就叫蔡文敏啦 跟她的老公呢 結婚好多年的啦 但是大家呢 都沒有懷上過小朋友啦 搞不大過肚啦 所以受到家裡不停的催促呢 所以他們的家人呢 亦都是給了好多的藥給他吃啦 那段時間呢 他說每日啊 自己都在那吃藥搞到自己好累 精神上有些崩潰啊 他原本以為呢 自己就是不停地去試這些生草藥啊 那直到去醫院檢查完之後呢 整件事先有轉機啦 受到中草藥的折磨之後呢 蔡文敏跟她的老公一齊去到醫院 做了一系列的檢查啦 檢查結果就表明啦 是她的老公呢 不行 所以她們才一直沒有小朋友啊 而蔡文敏見到她的老公這麼傷心 而她們家人呢 也一直這麼想要個小朋友啦 所以起初呢 她是想去領養一個小朋友的 但是家人呢 就很反對她這種想法啦 還有講到啦 她們是要一個呢 去真正延續到她們家族血脈的小朋友啊 聽到這些說話之後 蔡文敏好心寒啊 她說又不是自己做錯 為什麼要這樣對她啊 她老公呢 開始那時是覺得呢 對不起她的 於是乎呢 就用旅行啊 去彌補之前她吃這麼多藥的罪過 希望可以哄回她啦 在這樣的攻勢之後呢 蔡文敏好快就原諒了她老公 同她家人呢 原本以為之前的事呢 就會這樣過去啦 但是有一晚呢 吃吃吃吃飯呢 大家吃完之後呢 是沒有離開餐桌的 而是呢 坐定定坐了在這裏 於是乎呢 蔡文敏見到不對勞了 就問了一句 是不是有些什麼事啊 那這個時候呢 蔡文敏的老爺呢 就在這裏講啦 她說她們家族都是好想要一個自己的小朋友 所以她決定啊 就叫她去做使館嬰兒啊 還說同她預約好掛好耗了 那她當時呢好震驚啊 她說爲解呢 爲解呢 爲解她做手術 但是她是最後一個知的呢 爲解這麼不公平的呢 這麼自把自為的嗎 但是一想到啦 大家呢 對她的原意都是好的 而且她都想要一個小朋友啦 就唯有答應啦 答應了這件事之後呢 整家人就好開心 不停的講啦 說她是好媳婦啦 那經過好多次的嘗試啦 終於成功大肚啦 但是她老公對她的態度呢 翻天覆地啊 又冷漠 直接變到做無事啊 有時呢 還會同她的老爺呢 一齊在這裏細聲講 在這裏講她是非的 無論她怎樣問法呢 家人對這件事呢 都不講的 最後啦 蔡文文終於爆發了 下定決心要找個真相出來 那有一次偶然的機會呢 她又聽到她老公在裏講啦 又不是我的小朋友 之類的說話啦 令到她好震驚啊 她說到啦 一直呢 都在這裏結身之外 沒有外遇 沒有出軌 不是她的可以是誰啊 於是乎呢 她找了好多的資訊 就去到親子鑑定中心 決定要還回個清白給自己 那帶圍呢 就接受了她的鑑定材料啦 好快啊 鑑定結果出來 同自己老公的材料上面呢 寫著不支持啊 令到人震驚的呢 你猜下是嗎 竟然是同自己老爺那份材料上面 寫著支持兩個字啊 她看到這份材料呢 這兩個字呢 好硬硬啊 原來是她們家族擔心使館不成功 又不想去領養人家的小朋友 而且她們亦都是想延續自己家的血脈 於是父家的男人呢 就自把自為用了老爺的精子 去做一個使館 這樣她們家族的香火呢 就說可以繼續延續下去啦 就是這樣啦 整個家庭最後破碎了啦 所謂的晚年得子呀 原來就是自己的孫 那除了呢 上面這個案例啦 那孫變了做兒子之外呢 那還有一個叫前大爺的人呢 她的經歷啊 同樣都神奇的 那她的兒子呢 竟然啊 就做了自己的孫 那年過半百的一個大爺呢 那阿伯呢 就拿了一份材料 柔柔意義的呢 都是交到她大圍的手上啦 她鑑定的原因呢 竟然就是因為呢 旁邊屋有一次偶然呢 就說她的兒子 跟她生得不像樣啊 原本呢 她就想拿這份報告 同大家證實是自己的兒子 自己 雖然個人老了 但是呀 老當億壯 仍然是生得出的 但是她拿著這份檢測報告的時候呢 整個人的世界崩潰的呀 她沒想到呢 這件事竟然是發生在她身上呀 而且是自己養了那麼久的小朋友呀 等她稍微冷靜了少少呢 她下定決心要找呢 到底這頂綠帽是誰 跟她戴上頭的呀 交了幾日呢 大爺呀 就將她老婆認識的 所有男性的毛髮呢 都拔過一次呀 就拿到一尺的毛呢 就去做報告 那麼一頁一頁這樣去看啦 那麼好多都是排除排除排除的啦 原本以為呢 都是排除呀 那麼最後一張呢 竟然寫著支持呀 那麼這位大爺呢 手都震了 好小心 那麼去看這份材料的名啦 那麼發現竟然是她呀 那麼原來這頂綠帽呢 個親生爸爸呢 就是大爺的兒子呀 那麼這個兒子呢 就不是她親生骨肉來的 是她的繼子來的 是她現任老婆 跟她前夫的兒子呀 原來呢 經過調查之後呢 這一對不是真正的母子來的 是一對情侶來的 她的偶然機會呢 撞到這位大爺 那麼見到她一個人呢 就生出一個 好惡毒的想法啦 就是找這個老爺 去養著大家 就是這樣啦 那麼一個呢 就做了她老婆 一個呢 就做她繼子 在她家裡生活了下來啦 那麼這位 那麼無辜的前大爺呢 就承受著 這些她不應該承受的東西啦 那麼還有一個案例呢 都是非常之誇張的 那麼上面幾單呢 都懷疑小朋友 不是丈夫 不是自己的 那麼今次呢 竟然呀 竟然呀 是有人懷疑呀 她的小朋友呢 是隻狗生的 而且這一份的鑑定呢 竟然她接了的 有一日呀 有一個男人 手上面就拿著一堆 自己的鑑定材料 就去找到這個大維啦 那麼大維見到 那男人那麼激動呢 於是乎呢 就打開她份材料去看 那麼看到她份材料呢 就搖了頭的講啦 說對不起 這份鑑定我們無得做呀 我們只接受人類的鑑定呀 那麼這個男人呢 好大聲的講 她說啦 這些毛呢 是我家的狗 大王狗的 為什麼不可以去做鑑定呀 那麼講完之後呢 嚇到這一個親子鑑定 才大為外了 就拿著自己的狗的毛 過來做鑑定 她說這一種呢 這樣跨物種的鑑定呢 她是第一次做的 她說聽到呢 不可以做鑑定呢 這個男人呢 坐在地下哭呀 因為呢 她斷定那小朋友 不是她自己的 那麼大維好奇怪啦 為什麼呢 你有一種這麼離譜的想法呢 為什麼懷疑那小朋友 不是自己的呢 原來呀 她老婆呢 是有所謂的亂久癖的 當初的婚姻呢 都不是這麼簡單的 她老婆之所以會嫁給她呢 不是兩情相悅呀 就因為呢 她老婆喜歡她家裡的狗呀 她家裡有養狗的 無論是狗的數量 還是狗的品種呢 都滿足了她老婆呀 所以在她嫁入了去她家裡之後呢 她每日跟那些狗一起的時間呢 是遠超過跟家人的時間啦 每日都是抱著那些狗的 那親密程度呢 是從來未試過對她有這樣的情況發生過的 那自從兒子出生之後呢 就覺得啦 和自己不像樣 和兒子呢 一頭黃色的亂摸頭髮 和自己家裡的大黃狗呢 是一模一樣的 令到她好懷疑呀 兒子會不會是隻狗生的呢 那但是啦 好多人呢 都是有常識的 就不信她講話 就勸她呢 回去和她老婆好好地溝通 去找出整件事的真相啦 在大家一輪勸說之後呢 她頭疼疼地回去啦 但是呢 想找真相的她呢 個心呢 依然是不舒服的 她開始呢 就在這裡回憶 回顧同老婆的點點滴滴 就試圖呢 是找出一些蛛絲馬跡 於是乎呢 她又拿了一份新的材料去到鑑定中心 那今次的結果呢 合了她意啦 她一直想找的真相呢 有了結果 原來那天她叫自己老婆回家吃飯 她家呢 就做了一個大餐 就想緩和一下兩夫妻之間的關係 但是她老婆對她好冷漠啊 堅持呢 要去村那裏看演出啦 於是乎好奇啊 到底是些什麼的演出呢 令到她老婆這麼沉迷啊 那所以那一晚呢 她偷偷地跟了過去 就看到一個令人震驚的音樂啊 她老婆呢 就抱住了一隻大狗 這隻狗又抱住她 怎知望了一望呢 原來這隻狗呢 是一個人扮的 那這份材料呢 就是那個演員的 原來呢 就一次偶然的機會啦 她老婆呢 就看了她們的演出啦 就是一次這樣的演出 就令到她老婆落了一疊啦 於是乎呢 她老婆最後都解釋了其中的原因 那原因呢 其實都幾離譜的 那她說到啦 因為這個人呢 她扮狗扮得好可愛啊 好符合她胃口啊 所以就暗地裡跟她們一齊啊 最終呢 就生了這個黃嫩毛的兒子啦 那是不是很誇張呢 那最後呢 還有一個故事的 那這個故事呢 就比較溫馨少少啦 就是一個認親的故事啦 那她說到啦 有一個大媽 她就抱著一個叫殘疾人士的 那這個人呢 前幾日呢 都仍是姑虎伶丁的 在街橫黑的人來的 但現在呢 就是她媽媽 抱著她 在那跟她虛寒問戀啦 原來呢 她人生的前三四十年呢 都是靠著 黑食過活的 那雙腿殘疾呢 只能夠是 一個人蹲在角落頭 就擺個兜在那裡賺食啦 但為何她一直都會在那呢 為何會殘疾的呢 那好多的問號啦 那終於有一日啦 有一個路人呢 就經過了她 整天躲在那裡的公園 就發現有一班的人在那裡欺她 於是乎出手相救啦 送了她去警察局啦 那原本呢 警察是想解決今次她被人欺的事 結果因禍得福呀 就得到一次認親的機會呀 在警察局尋親的系統裏面呢 一直有一個家庭呀 在那裡找自己的兒子的 那看到這一個人的樣子呢 那一下子呢 換醒了她的記憶 即刻就通知了 遠在老家的那一家人啦 那他們呢 接到消息那一刻呢 是即刻衝了去警察局的 那看到她這個男人那一刻呢 大家都流了眼淚啦 那為了證實到底是否他們的兒子 是否失蹤了的小朋友呢 就去到這個DNA親子鑑定中心 那這個戴維呢 是親子和她做了一個鑑定的 就寫著支持這兩個字的 那這兩個字出來的這份報告 他們拿到上手呢 是全部人都在哭了的 那被人拐走了的小朋友呢 終於經過三四十年呢 就找得出來啦 那這一個呢 就是一個的親子鑑定師 她所分享的故事啦 那當中呢 有些綠母的情節啦 亦都有一些好離奇的情節啦 那我猜不到原來呢 就算你做使館嬰兒 都可以是被人這樣玩法的 即是無奇不有啊 這個世界上 好啦那今集呢 同大家看到這裏先啦 那大家有什麼想說呢 下邊留個言啦 那我們下集再見啦 拜拜